謝謝主席 各位先進 我們請私下主委 請趙主委 首先 我要提一下 我昨天在 證交所 之所以提 我呼應 事实上有些业者 包括金控业者 他自己也公开呼吁 他说法人应该克 自所税 因为这可以plus 对他来讲不见得不利 而且法人全世界都克 他只足足台湾不克 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对我们所谓的公民争议 其实有损的 那么也请你注意 昨天中国时报就登了一个了 这个一个所谓的民调 这个我们超过六成 快要七成的这个老百姓 是赞成克正所税 但是因为这一下来 如果对自然人当然影响很大 所以就有事实上 这个是很多讨论了 可是连业者都自己都主张 他也支持克 先从企业的正所税先克 企业正所税只要你克 当然有赚钱要克 有亏损你要给他抵 对企业可能也好 对我们政府也好 对公平正义也好 就资本利得税这一块 社会的期待是很高的 对马总统的第二任 但是我的整体感觉 这个财政部一直说 这个会这么说 然后军管会就是怕影响市场 当然我认为如果即便是克正 克这个企业的话 我不认为会影响市场太多 因为因为法人都这样做 全世界都一样 独独台湾你告诉我 这个法人其他哪些国家不克你告诉我 有没有其他国家的法人不克制作 所以有没有 我所了解的是没有 自然的处理方式就 所以我会提出来说 我呼应这个 事实上因为这个外界期待 其实是很高的 现在这个整个的时空的 这种气氛 整个气氛是这样的气氛 你不要就是 我们以下来讲的话 当然就是要 民事所欲嘛 对不对 你是主管单位啊 对不对 那当然这个部分不是你的主管业务了 可是我刚刚听你的治理行间的表达 似乎你连法人你都不太用力动 有这样的intention吗 我刚刚已经讲得很清楚 这个税主要是财政部那边主管 但是这个要讨论这个税的时候 我们希望说能够充分去参与 对吧 我们也会希望说他能够考虑到 这个税 市场安定 如果要考虑要考虑市场安定 市场的发展 所以我们会深入再去评估一下 所以你认为这个税如果提出来 对市场波动震荡会很大是不是 这个部分我们会 我们会持续去评估 我认为对自然人当然冲击很大 可是 所以我就自然人先不要碰 自然人可能以后很长时间再说了 但是对于 最少对于那种专人 请问你想一想 我 我卖猪肉 我卖牛肉 我赚的钱都要交税 为什么卖股票赚的钱不要交税 就对企业来讲 我的工作就是卖股票啊 对我们自然人不一样啊 我今天他教书了他菜篮竹 他这个是 是尖的 当然这个 而且这里面就很多的那个 可是对企业来讲 我今天我的工作就是 买卖股票 啊我们还买股票 所以这个赚了钱可以不要 剋手头税 这是很奇怪的 你不觉得吗 而且企业 法人机构都愿意来 他说 支持啊 支持克这个法人机构 克这种 连企业都站出来说 要支持啊 因为这是公平正义嘛 连这样子 但是我听治理行间 好像亲管会还是 非常不愿意去接纳 这个好像 你要不要 这个问题啊 这个 是财政部的职权 那财政部要处理这件事情 相信会跟我们讨论 我们会在那时候把这个相关比较深入的一些问题 这个时候不能讲 不因为这个地方要深入去评估啦 哦 要深入 因为这毕竟是财政部的权啦 那你都还没有评估过 你们没有评估过 我想我们当然会有评估 但是因为基本上 这个是财政部那边的 我请问你 我刚才讲那段话 你同意吧 就基本上法人来做 冲击面其实很小的嘛 对不对 你同意不懂 我讲这句话 因为市场的一些 这个经营面跟技术面 我们其实还是要跟业者 今天不会再去了解 你刚刚提到说 我只是请你真的把这句话听进去 社会大众看得很清楚 今天做任何的生意 做生意 我讲做生意 不是个人哦 不是个人 做任何的生意 他的买卖东西 赚了钱 打算是因为 你怎么不动 你怎么让我 以後 你那个事 你真是要 证明的 你怎么刚才 是到那边 这三个人 都没有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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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